真不错 精彩精彩 你说顾欣妍这孩子 是不是有点当年唐满荣的风采 林总的眼光不错 东晨需要这样的人才啊 不过你说 如果顾欣妍真的在决赛中取胜 那笔投资就直接指向她的工作室了 可是顾欣妍工作室一直受李卓然控制 李某人那德行我可知道 钱一旦进了他的口袋 谁也逃不出来 东晨还是受损失 您放心吧 不会走到那一步 我心里有数 进来 怎么着沈光 林总 胡总的秘书呢 刚给我打电话 说约定好的见面取消了 为什么呀 没说 就说临时有事 不管他 咱们照取咱的 那楼下准备车往马上下去 您好 请问您找哪位 我们是东城珠宝的 想找一下贵公司的胡总 很抱歉 这上面的确显示有原定于四点的会面 不过已经取消了 取消了 怎么取消了呀 我们约好了 你打电话问一下 对 你们打个电话我们约好 我们不会占用她这长时间的 不好意思 林总 您好 顾欣妍工作室今天下午四点跟胡东人员 好的 不过胡总现在还有客人 您在这儿稍后一下行吗 谢谢 你什么时候代表顾欣妍工作室了 林总 我就算是下岗了也有在就业的权利吧 更何况我只是被降职 又不像王婉东一样被扫帝出门 董事长 林总 你怎么也在这儿 董事长有一个好公关啊 现在兴言是我们的活招牌 哪里需要公关 各位顾欣妍工作室的代表 胡总的上一个会面已经结束了 各位这边请 那好 林总 回见 好 不是 顾老大他们几个意思啊 顾大设计师 是 第二轮意外之胜可喜可贺啊 谢谢胡总 虽然我们都不知道最终的结果会怎么样 但是我和团队的小伙伴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我们投的不仅仅是比赛的结果 也是潜力 我这边有一家关联的传媒公司 他们明年呢将偷拍一部大剧 剧中有非常多的主宝设计造型 我已经强烈推荐你 作为这部剧的珠宝总设计 谢谢胡总大理推荐 我接到你的电话后 为了配合你这个想法 组织了强有力的团队 连我最得力的助手孟潇潇 也被调派过来 孟总监以前是我的公关部总监 与传媒公司和媒体关系密切 应该可以帮到心眼 孟总监前一段时间是不是休假了 没错 前一阵子确实是休假了 只是因为工作量太大 身体有点不适 还好董事长体恤我给我放了假 这波假期还没结束 就被急着召回来了 只是为了全力支持顾经理的工作 祝他在这次比赛当中一举夺冠 与传媒公司的签约仪式很快就要举行了 各位倒数准时出席啊 一定 一定不会辜负胡总的厚望 这顾经理不在 真悠闲哈 这比赛也不管了哈 我这是在调整状态 这忙了这么多天 美容觉都没得水 当然要犒劳一下自己的皮肤了 再说了 这前两轮是过去了 接下去怎么样 还说不准呢 我可是听说啊 董事长已经在问顾经理要裁员名单了 你就在这儿放心大胆地消息代工吧 说不定你第一个就上黑名单哦 裁员是 不知道裁员是 我爱惜自己的皮肤 就要把我列上黑名单 这要我说呀 输了比赛 你才应该最先上黑名单呢 你什么意思啊 关我什么事啊 这两轮不都通过吗不是 真是的 你那就是华众取丑 要不是你第一轮自作聪明 加条鱼上去 也不会搞得我们这么没有信心 我 我那也是为了作品啊 为了通显主题嘛 环保主题 允许有海星有海绵有珊瑚的 这不允许我在珊瑚里面 加条小丑鱼吗 你不觉得那个珊瑚里面很空吗 很空 没人觉得空 都回去工作 工作 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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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啊 就吃这个呀 每天老吃这个怎么成啊 最近工作压力特别大 先言获胜以后啊 工作室的工作量上去了 而且公司还有好多账目的 现在知道不好混了吧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到现在 你还是孤家寡人了 确实没时间啊 穿衣服 不 哥 请你吃点好吃的 别啊 我确实想跟你吃点好的 但是掏了齐这U盘 还有一个加密文件没有破解 好不容易有点头绪 不得加碗气 行吧 我看看你这厨房有什么东西 我给你做一段 谢谢哥啊 好 好 尊敬的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各位媒体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 顾兴岩工作室 与铁拳传媒的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在此我仅代表主办方 对各位来宾的到来 表示衷心的感谢 那么首先 让我们有请双方的代表 隆重登场 掌声欢迎 谢谢 著名设计师 顾兴岩的DMZ 未来将成为铁拳传媒出品的 所有影视剧当中 唯一指定的珠宝品牌合作商 第一个合作的项目 是将在铁拳传媒耗资三亿 全明星阵容 即将开拍的年度大戏 钻石豪门中 出任珠宝总社姐 让我们预祝双方的合作 圆满成功 接下来 请双方的代表开始签约 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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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计师 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您问 铁拳传媒在选定您之前 原本看中的是已忘团队 同是东城旗下品牌同业竞争 会不会造成内部不合呢 这位记者的提问非常尖锐啊 是这样的 同行之间的良性竞争呢 是不可缺少的 更何况 Yvonne还有DNZ 都是东城的子品牌 虽然说这两个品牌的设计风格 完全不一样 但是他们的设计理念 却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我也很希望通过和铁拳传媒的合作 可以让更多的人都接受到 东城的最新珠宝设计理念 谢谢 老大 对不起啊 我没想到是这个节目 近日 东城珠宝动荡不断 原本计划与已忘合作的多家公司 纷纷宣布解除或暂停合约 相反 新晋设计师顾兴颜的DNZ工作室 不仅连日登上热搜宝 还接连发布 抱歉啊 老大 抱什么歉啊 听听这些新闻挺好的 有人顾兴颜说得多好啊 都是东城的品牌 谁红不会红啊 老大 大气 对了 对了 那我新找的侦探啊 已经有了白琪宁的消息了 如果咱们俩继续查呢 就得付费了 我们还继续查吗 先忙查 明白 来了 您好 请问是顾兴颜设计师吧 您好 您好 我是 是 我们公司非常有兴趣为您的工作室 在盛世大赛中提供后续的珠宝原材料赞助 这个是我的名片 谢谢您 谢谢 你们不是一直给以邦提供原食吗 那个已经是过去时了 从今天开始 我们只对顾设计师有兴趣 请考虑一下我们的建议吧 那您先忙 我们不打扰了 嗯 好 谢谢 走 我们走 谢谢 相关的修改意见 我都已经在你们的作品旁边做好批注了 到时候你们修改一下 好的 那这里我们修改一下 好好 嗯 进来 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你要先听哪一个 好消息 好消息就是 越来越多的人看好你 纷纷像DNZ下的 董事长和孟露渐渐渐开始结洽了 果真是好消息 但是呢 伴随着好消息还有一些负面的 我刚刚打探到 很多渠道商觉得董事长给他们的价格有点高 所以他们认为董事长想抓住你这棵救命的金刀草 私底下有所谓 敏康 嗯 这件事情 一定不要向同事们散步 放心 这种事我心里还是有数着 好 我先去忙了 好 林总 林总 您找我 哎呀我首先恭喜你上场比赛获胜啊 谢谢您的鼓励 来 你坐 最近有些事情啊 我觉得 我得提醒你一下 如果您想说的是 Yvonne的供应商想要为我的工作室提供材料的事 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您 我谢绝了 哦 为什么呀 虽然我很想赢得这场比赛 但是 我绝对不会靠林震削弱对手的实力来取胜的 他挺有性格的 不过我说的不是这件事 这个人哪 越是在顺境的时候 就越要处处小心 否则的话 你爬得有多高 摔得就有多狠 谢谢您跟我说这些 谢谢您跟我说这些 最后一场比赛 我和我团队的小伙伴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拿出最好的设计 也请Yvonne千万不要有所保留 我们都拿出自己最好的实力吧 PK掉了班亚棋 急走了阿瑞娜 剔除了孟潇和王婉东之后 你这是来向我宣战了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在我看来 Yvonne还有DNZ都是东城的孩子 谁赢了都是东城的骄傲 难得你有这份大局观念 可惜呀 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这么想的 请进 行人 这两天辛苦你了 这点账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可U盘里的加密文件 我努力了好几天了 都搞不定 没关系 可能是投了棋他故弄玄虚吧 你要注意身体 知道了 快第三轮比赛了 加油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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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